好,今天這一集我們繼續來看Castmate這個 時尚精品女神最愛這一系列啦 那之後的應該 我覺得大概都大同小異了 應該就是只有花色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啦 我還是快速的把每一個花色都介紹給各位看啦 因為也許有一些小老弟或小老妹 你會喜歡這種花色的話 我們把它講的仔細一點 讓你們好去選購 好,那這一個呢 它叫做這個Twinkle Disco 炫彩新鑽 Twinkle Disco 炫彩新鑽 就是很像有鑽石的這種感覺 然後它是3.6米的防摔 好,我們就把它打開了 其實跟上一個那個 幻彩泡泡應該是大同小異 只是這個上面的花樣不一樣 那一樣,它這一系列的 我是覺得都是非常的輕薄 它的這個手感啊什麼 都是非常好 然後它這一款呢 我覺得它的背板會稍微比較厚一點 因為它裡面呢 就是會用一些這個亮晶晶的圖案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手感也是不錯 但是我明顯摸起來的話 會比那個幻彩泡泡再重一點點 然後它旁邊是獨立按鍵 其他都大同小異了啦 這種乾乾淨淨的這個邊 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它的這個獨立按鍵呢 都是這種銀色的這種按鍵 底部呢 也是這種不對稱的小洞的這種拉扒開孔 第三方的這個充電的這個孔也是非常的大 然後摸一下它的這個MagSafe 哇那它這一個的磁吸 它就是內砍式的了 它這個是碰不到的 那所以它的 我是覺得它的這個背板是比較稍微厚了一點 但是整體的手感還是非常好 然後它的這個背板跟旁邊銜接 一樣會有機器的割線 但是是在下方銜接處 所以我覺得這個抓握感 它不大會那麼明顯的刮手 整體的這個摸起來這個操作感 其實我說就是它會 如果它有按鍵的話 可能它可以排名到很前面 三胞胎啦 什麼那一些 Utherbox Lumen 也有可能會被它擊敗 因為它這個整個手感你就拿起來 這個殼很容易單手去操控 然後這個整個這種TPU的這種 塑料這種止滑感 手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它這個花樣 這麼明顯 就是會更美觀 而且它的這個按鈕 它的這個花樣 看起來更有質感 然後它這個鏡頭框也是我要的 素素的這種軟的 看一下它的重量 59.8 所以它就是比較重一點 因為我剛才摸起來 應該就是重在它這個背板 它這個背板 第一個它這個是 內砍式的這個磁吸 另外就是它的這個 有一些花樣放在裡面 好那我們就把它裝下去 裝下去的話 這個邊都是非常的漂亮服貼 然後是很緊扎的 不會跑動 然後整體就是很漂亮啊 也是周遭有高於這個螢幕 鐵小豪的保護貼 這個按鈕獨立的按鍵 都是非常好按 它這可真的 它這一系列的 我建議真的是都可以買 因為它這手感超級好的 裡面呢也是四六開 然後這個充電孔是非常大的 旁邊 現在只是插說它沒有按鈕啦 但是它的這個旁邊這個軟的塑料 也是我們之前講的嘛 它這是軟的 所以它這個還是蠻好操作 跟蠻好去按的 只是說你要往裡面壓啦 它頂多是就是說 它如果有做按鍵真的會 又會插更多 但是你說如果以有動的來講 它這個手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它這個系列 不管你是買什麼顏色 或者買什麼圖樣 我覺得它這一個TPU 就是說你們喜歡這種透明殼啊 就是要這種最輕薄的這種手感的話 哇 那它這一個系列真的是非常好 6.9吋的拿在手上 你會感覺到非常好去操控 這個是有貼小好的這個鏡頭貼的 也是不會超過這個框 圖案非常漂亮 整體就是很美觀啦 側面這種都是乾乾淨淨 亮晶晶的 它沒有什麼任何的有的沒的 這個女生應該也是可以很時尚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MagSafe MagSafe 這一個的MagSafe就稍微弱了一點 這個大概是1.5倍 1.5倍啦 中等沒有前一個搶了 那最後就是做一個總結 我是覺得它這一個保護殼 就是還是以手感著稱 跟它的這個漂亮的圖案 磁吸表現也不錯 按鈕再按的話也是中規中矩啊 只是說就是你這種殼 就要比較大力一點進去了 所以就是可惜在這邊 但是它如果做按鈕的話 這個殼就是會非常好 那它這個殼跟那個泡泡的差異 就是在於說它稍微再厚了一點 如果你要最輕薄的 就要選那個換彩泡泡 那如果之後的話 有這種圖案的 它的背板呢 都是會稍微比較厚一點 厚重一點 但是這個整體的手感還是非常好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相對的還有幫助 好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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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